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面的学员继续学习自动化测试 那么在上一节课的课程中呢 我们已经将我们的测试结果进行了处理 但是呢 我们还需要将我们的测试结果生成一份 简单的测试报告 那我们测试报告 它的最基本的格式呢 我们上一节课提了 它就是一个 罩号密码加上一个测试结果 这个测试结果呢 可以加上我们的测误信息 我们最基本的形式呢 是把它保存到一个TSC文件中 那么我们如何来实现这个功能呢 首先我们要使用文件的形式来保存我们的日志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里定义了一个日志接口 loginfo的一个类 那么在类中呢 它有三个方法 一个是init的方法 一个是logwrite 一个是logclose init的方法就是打开一个日志文件 那么这个日志文件呢 我们是一传进去是一个目录 然后那个日志文件的名字呢 它是以当天的日期来起名字的 默认的模式呢 是打开 以直写方式打开 然后呢 我们提供一个logwrite的接口 将我们测试的结果写到日志中 然后当我们整个测试用力测试 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调用log的close接口 把我们这个日志文件关闭掉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log日志文件如何来书写 在这里呢 我已经提前编译好了一个logmodule.py 它这个里面定义了一个类 loginfo 有一个init的方法 大家来看 init的方法有两个仓式 一个是pass 这个pass就是说我们调用者可以传一个路径 如果说没有传的话 那我们默认就是当前的路径 然后呢 我们这个pass加的一个名字 大家来看 这边呢 我使用时间的格式来处理了一下 time的suffer time 就是将我们当前的时间转换成年月日的一个格式 中间呢 使用横线隔开 然后后注呢 写的是.tst 以直写方式来打开 直写方式打开的话 如果说我们以前有日志文件 重名了 那么呢 我就会 将你那个其他的日志文件呢 给截掉 就是给截取掉 那么就没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处理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 名字 所以说在这里加了一个mod 那么加mod的原因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测试一次失败 然后我们想从中间的某个值开始测试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RW R加的方式 追加的方式来打开 然后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的logwrite 它这个呢 比较简单 就直接 调用文件的写方式呢 从我们 调用者传出来的消息呢 将这个info写进去 这个loginfo 我们这边起一个别的名字吧 起一个message 写message也行 写息之后呢 然后当我们整个测试用力完成之后 我们调用log的close 把我们这个文件给关闭掉 那么这个测试流程呢 就测试完了 我们这边有一个简单的测试用力 然后创建了一个loginfo的实例 然后电用logwrite写了一条语句 然后呢把这个文件关闭掉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Ctrl B 然后运行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test目标下会有一个2015年11月7号的日志文件 大家看在这里呢 会有一个test loginfo测试 这个就是我们用来保存测试结果的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logmodule.py进行一下修改 我们需要导入loginfo 那我们从logmodule中导入loginfo这个类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调用check raise out的前面呢 我们 初始化log等于loginfo 然后这个两种两种东西空就行了 都在文件按键下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 最后需要把它关闭掉 log到close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check raise out中呢 我们在这边就需要再传一个参数了 这边呢 就传一个log进去 然后我们在这边check raise out中 再加一个参数log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将我们的日志呢 写到我们的日志文件中 print是不用写的 我们这个print test呢 我们这边要变一下 我们还需要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这个arg 这个arg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账户和我们的密码 然后我们组织我们这个log一句 就可以这样写 message等于 arg加上 或这样写 s%s% 然后加上我们这个arrow arrow信息呢 还是s% 我们可以这边写上 arg 然后我们可以调用log 然后我们可以调用log log write 将我们的message写进去 而如果说我没有的话 我们这边就可以这样写 pass 后面这个就必要了 然后将log写进去 好 这边前面呢 加一下打印信息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那个代码 首先我们在这里会有一个loginfo的一个实例 然后呢 我们会测试我们的账户和密码 在测试过程中 我们会对我们的测试结果呢 进行一下判断 如果说我们的结果有错误的话 那来看 我在这里会以这种信息格式呢 写到我的日志文件中 如果我们是正确的 我们在这里会写账户和密码是pass 然后并且写到我们的日志文件中 最后呢 我们都要用loginfo 这个类的logclose方法呢 将我们这个日志文件给关闭掉 那么这个测试流程呢 现在就是可以拿到一个简单的测试报告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对我们 这种代码呢 进行一下测试 我们再来看一下userinfo 大家来看在这边呢 我们写的是一个正确的用户和密码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看在这里呢 我们打开浏览器 然后呢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大家看这个结果呢 是正确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测试结果 大家看 这边呢 给我们报了一个错误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这个日志 2015年11月7号 大家看在这边呢 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信息 我们的pwd是这个 user name是这个 然后呢 我这边呢 却产生了一个错误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分析一下 刚才我们登录的那个过程 当我们点击登录按钮之后呢 这个是要和我们的后台 进行一下交互 那么这个交互时间呢 它是稍微有点长的 那么所以说 在这里就会出现 我们在这里必须要加一个休眠的过程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time的sleep 两毫秒 两秒钟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测试结果 因为当我们一点击登录 我们的页面会和我们的后台 做一些交互 但是呢 我们这个脚本 它还是要继续往下执行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等待我们的脚本执行完成 这个时候我们才去检查这个结果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我们稍微等一下 刚才我们那个日志呢 还是有点问题的 我们稍微等一下 大家来看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登录的时候呢 它是花点时间的 然后下面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脚本 大家来看在这边呢 它显示的是一个正常的信息了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将我们这两个浏览器给它关闭掉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Path 再来看在这边呢 它显示的是Path 那么既然有了这个了 我们呢 就将我们这个 色录用的再改一下 那么这边呢 我们将这个文件格式呢 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 s空格 s rg的 这边分别是我们对应的 uname和add uname和我们的rg的pwd 同样的 下面的我要改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我们这个代码 我们稍微等一下 这样以前没用的窗口呢 现在是没开的 大家看这个正常的登录过程 在这边会需要的时间 稍微有点长 然后我们再来 看一下我们这个测试结果 我们将这个关闭掉 这边显示正确 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测试报告 大家在这边显示的是 myspathat163.com 然后abc123456 pass 这个呢 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测试报告 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再做一个 将我们的user info改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密码 后面加两个1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航空交本 稍微等一下 再来看这个页面呢 打开 打开之后呢 最大换 然后呢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在这边呢 输入的账户是错误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信息 它cont和pwd是错误的 然后呢 将我们的浏览器关闭掉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测试报告 再来看 在这边呢 我们显示这个MAS小号线 tesss163.com abc12345611 这个呢 是一个错误的 错误的信息呢 就是账号或者密码 是错误 请重新输入 那么通过刚才这个呢 我们将这些没用的txt全部关闭掉 那通过这个测试用力呢 就比较往上了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测试的信息 用户信息 以及我们的测试结果 统一的和我们的代码剥离开来 我们在这里新写了一个logmodel.py 这个呢比较简单 我们后面呢可以把它扩张 使用XML HTML 或者是一个cell 保存日志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就需要考虑一个问题 我们的user info呢 在这里大家来看 它只是有一个 只有一组 那我们如何来对它进行 添加多用户测试呢 那比如说后面我还要加 user name等于123 pwd等于123 我们在这边写一个 uname等于123 pwd等于123 那么我有没有 可能在这一个用力中 将我们这些所有的user info 全部给测完了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下一节课内容 那么这节课呢 再来看一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主要是增加了一个日志接口 也就是loginfo 将我们的日识呢 保存到点TSC文件中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继续学习 将我们的代码呢 再修改一下 可以支持 重复 测试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的主要内容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